欢迎继续收听体育发烧 我是王平 我是Seven 接下来进行发烧chat 我们今天对谈的发烧主题就是 优秀运动选手照顾方案 我们要从一位大家熟知的台湾之光 男子桌球选手林云如的照顾方案 开始来了解起 那也非常感动 我们国家级的桌球男子选手林云如的父亲 国立宜兰大学休闲产业与健康促进学系教授 林学乙林教授来到节目当中 教授好 两位主任好 谢谢教授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不过我知道林云如的征战是不会停的 对不对 即使在过年期间还是有一些训练计划 适应能力也要很强 要到不同国家 他从小就比较习惯去国外 因为他喜欢住饭店 天啊 怎么从小有发现这种特质啊 对他喜欢住饭店 然后他一出门就忘记爸妈 回家才想起爸妈 因为他很适合比赛 这是秘辛 一开始就在抱怨 还是在分享 不过这对选手来讲是非常好的天赋 对不对 适应就不用担心了 因为没有什么水土不服的问题 他不是不想我们 但就是要把它分配的很好 这样子 然后那个 也把家中的这个房间弄得像饭店的布置的感觉 有有有 他现在新的房间他就想设计成饭店这样 自己设计是不是 对对对 好 那见到云如的爸爸 因为我们常常在一直在YouTube一直看 林云如在世界征战 然后打得很过瘾 看到爸爸又是运动方面的专家 所以我们很好奇 因为原先刚刚在跟教授聊天的时候就知道说 教授原本在宜兰大学的体育室 后来就来创这个休闲产业与运动促进学系 对不对 就是这个这个学系 那所以我在好奇说 是不是因为教授是有这样的专业 所以才让云如接触到运动 觉得说他一定要接触 因为我看到一些访问 就是有去参加什么桌球营 让他打着打着 后来就发现说 我怎么打得这么厉害 那是不是因为教授的专业 所以才让林云如接触到运动 这也是一方面 就是那时候我是接体育室主任 宜兰大体育室主任 我们暑假都有办娱乐营 我们就让他试试看 基本上 一定要让他选一个运动 不能参加别的 他都有参加 他都有参加 哥哥也是 像哥哥现在也是打网球 但是是运动好手 遗嘱选手 其实云如一开始 我们也是往遗嘱才发展 因为我本身在大学 我知道大学除了上课 一般的话晚上会不知道做什么 所以正当休闲 对我就来 如果遗嘱打得不错 有个教练可以照顾他的生活 我们也比较放心 就大家跟着走 去参加一个运动看看 就选择桌球 这是谁选的 也不是一开始就说 他网球 雨球 也都去试过 对对对 都有试过 因为教授的专长 是不是网球高尔夫球 也不是专长 因为我比较喜欢打 喜欢 因为我不是人家正式 因为我们是高中考进 那个体育系的 所以我是比较大学里面 是打网球跟高尔夫球 云如的话 他小时候 其实他在网球方面 整个表现也是都很好 也不错 但是因为我自己比较是 体育专业 我把它评估 就说因为他基本上小孩子 他小时候长得很慢 国中毕业 国小毕业 大概就138142 大家都可能看过 林云如可爱的那个照片 脸圆圆的这样子 好可爱 跟现代其实也没变很多 但现在长高很多 对 因为运动有它的区别 因为桌球的话 你是隔网 而且球不是那么重 所以他在小时候的打 会比较有成就感 你网球 你就算他的球感再好 但是你的记力不够 你再怎么打 打不了球 然后他没有成就感 当你没有成就感的时候 你再怎么鼓励他 持续不下去 他持续不下去 对对对 所以后来觉得桌球不下去 他也是打出他一定的成绩了 好像他说 刚开始打也跟别人打 没有什么两样 慢慢慢慢就发现说 自己好像比赛成绩还不错 才发觉是不是 是不是打了两三年之后才开始 没有 大概就是因为他大概暑假 那个暑期班 我们在训练 打得不错 然后我们就会到三年级 就转到宜兰国小桌球班 三年级就转了 所以很快就发觉 就二年级暑假打 觉得不错 然后既然又打就 那当时也不是说 要让他走职业这条路 也是就像我刚才讲 一本初心就是 你就是有学的一项运动 因为我知道说运动 对他一辈子都有帮忙 对 这句话听到了 听众朋友要有运动 对对 然后就转到宜兰国小 他就在桌球班 三年级开始训练 然后四年级 他也是真的是 也是很幸运 遇到教练 一个团队 他四年级 大概就是到后来 四年级快要结束了 就当届的大概就冠军了 哦 少年国手了 也不是 不是那时候 是少年国手了 后来才是当届 比如说有什么 自由杯啦 精英杯 都打了 都打骗 无敌手了 也不是无敌手啦 没有那么厉害啦 大概就是都排排在前面 第一二名这样啦 那时候我们就觉得 就开始 我们该想要伤脑间 就说啊 既然他有这个小小天分 我们该给他 外面怎么支援 让他会打得更好一点点 所以我们就想办法了 因为教授是运动生理学的专家嘛 所以说有帮林荫茹分析 说他可能选这个球类 比较适合他 他当时是有做哪些评估 是不是像桌球的话 他反应要特别快 因为球速很快嘛 过来很快 对不对 他可能要比较精细的动作 这些是林荫茹都符合这样的条件 讲实在也没有说特别的评估啊 就基本上 刚刚我喜欢网球 网球他都没有练 大概学个一两天 他就可以站在前面接近 对手球很强 他也可以把球控的 就是控下去 手感很好呢 对那个就是手感很好 基本上我们一定手会受伤嘛 我也吓一跳啊 哥哥爱打 他就在前面这样也都拦了下来 当然这个拦下来 不是控到给哥哥 但是都可以把球 把力量缩减下来 而且不会受伤 而且他知识也不是说 就是以他的本能嘛 所以基本上我们也没有特殊的去说 做什么去选材 就觉得他基本上 他的运动协调性啊 手眼协调啊 包括对球的感觉就比较好 我们就觉得他是适合运动的 对 OK 然后四年级开始考量 他未来的发展 对 对 觉得哎 好像真的发挥出来了 也没什么 感觉上时间很短啊 一下就发挥出他的潜能了 那那个时候开始 是不是就伤脑筋的开始 也是啊 是哦 就开始帮他规划 也那时候还没有到很伤脑筋了 那时候只是说 既然打 我们就打了好一点点 根本就不敢想说 以后要打什么职业要什么 到现在根本就不敢想啊 只是说哎 既然打就是把至少打到说 哎 可以说打到他自己想要的嘛 对 我们就开始到五年级的时候 除了学校教练 我们都把他再请个别教练 甚至哎 再请大陆教练来协助 五年级就开始 五年级就协助 那哎 教授可不可以谈一下 那个时候林玉如 他自己的意愿是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训练是他呢 那每天哦 要打那么长的时间 训练 虽然说他有天分 可是很辛苦哎 对不对 都是会流汗啊 会痠痛啊 这些他都要承受 他那个时候跟 有没有跟他沟通 然后 你们之间是怎么样来谈 未来怎么规划的 国小还好啦 国小跟现在练球的 那个时间点差很多 时间带也差很多 国小没有练那么多 只是说国小 我们会比较专业 为什么请大陆教练 就说同样 他不用练很多 但是要筋嘛 他不是说一天要花很多小时 等于说你会练花几个小时 但是你的质量要够 哦 因为毕竟的话 嗯 桌球是大陆最厉害的嘛 是是是 我们当然是就是来 尽量从大陆来 来把他们学习一些 他们的一些教学方法啦 是是 一些技巧啊 所以 我觉得林云如有这样的爸爸 真的太幸运了 就是爸爸是运动专业啊 所以有很多事情都事先考虑到了 虽然说他那个时候还没有想是 未来是做职业或者是国手级 可是他给林云如的保护 还有训练 是已经是那个等级的保护了 教授那个时候是不是这样的考量 就走得远一点啊 也是啊 因为我们就觉得说 就像我刚才讲啊 既然要走我们就走好一点点嘛 当然我们不设限说 我们未来一定要怎样 但是就是要把当下的事情做好嘛 是是是 我们既然当个目前当那个选手 我们就尽量把该座做好 啊基本上他对这个打球 他我们从来没有逼他啦 嗯 他都自己 他自己喜欢 啊其实就像我刚才讲 当你有成就感你就会喜欢啊 嗯 对不对 我们就是尽量让他满足 在某个他只要努力 啊他就大概有一些成绩 当然就会继续往下去啊 对 啊如果他真的不往下去 我们也是支持他 嗯 就顺着他走就对了 是是 不管是怎么样的选择 对 爸爸妈妈都出去 但是那时候小学五年级这样子 一下子呃推广 然后栽培之后 当年度就已经拿下了五座的全国性赛事的单打冠军 很恐怖耶 就是刚刚教授讲说也有找大陆的教练啊 还有一些老师来这样协助 哇就一炮而红那个时候 所以是用科学训练方法 也不是科学 就是基本上就是也是一个经验嘛 就认为大陆比较厉害嘛 哈哈哈哈 太客气了 因为人家真的是在国际上的成绩就是有目共睹嘛 是是 所以我们就是跟他取经一下啦 嗯 但是我们的训练就比较有 就是比较重质量啦 因为你练太多他也会累啊 是哦对对的确是 有时候练了没有达到目的 反而把身体给拖累了 还有就是影响到运动生涯 对 运动生命那是更适得其反的 嗯 那是不愿意见到的 哦所以那时候教授就已经在在安排 做很好的安排 嗯 适切的 让孩子不只是接受运动训练 但是没有受到运动训练的副作用 是是 哦这样来成长 对 哇所以一路成绩 从从五年级就已经很好了 没错那时候拿下了这个五项的全国性赛事单打冠军之后 隔年呢就入选了少年国手嘛 那参加了日本大阪 隔年才几岁啊 就小五小六 小五小六 哦那时候十二岁左右 对对对对 参加那个东亚少年桌球赛 除了拿下男团的亚军 男单是拿下冠军 哦 然后成为首位呢 是在这个赛事夺冠的台湾选手 哦天啊 对然后到了2013年的时候 他在这个15岁的青少年国手选拔赛 是以第三名入选 可是呢他是第一位入选这项国手的小学男子选手 他小学哦 可是他入选的是15岁青少年国手 只能越级啊 对 算是越级了啦 超零啊 对因为小学 其实现在大家现在已经习惯了 现在其实很多选手都可以越级了 那时候是因为他的成绩其实也是说蛮幸运啦 我就常说其实一个运动选手到后来要有成就的话 其实我们体能啦技术啊什么不管 最后刚才那个主持人有讲 他的心理能量很重要 对心理指数 他的心理能量的确是不错 但是最后还有一个什么 天能 上天要帮忙你了 所以我们还是很感恩啊 就很多机会 他不小心就可以得名了嘛 包括这次他去打东亚少年啊 我一开始我预估大概就是前八名就真的了不起啊 因为那时候才一百四十 还不到一百三十几公分而已啊 他的力量什么都不够 而且他的球技也没有到达真的可以得到第一名的 但他好处是他的比赛的呈现都很好 他会把他的东西 比如他有百分之百 他大概就可以表现到百分之八九十 哦哟 哦等于是比赛型的啦 等于他比赛的话 他就是比赛的效果很好 但其实他能力没有比人家好 讲实在当下的话 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我正在开会啦 就是现在开会就是在现场 没有陪他去啊 没有没有那个人家都教练带 教练带 那今天教练跟我说现在已经进前八了 我然后等一下要进前四 我都吓一跳说怎么可能赢 到后来说冠军啊 所以我们就就像我刚才讲了 就是天人嘛 天就是上帝很眷顾 他就其实就是很多比赛 该赢的他就会赢 除了他自己努力啊 周遭很多人的帮忙之外 我觉得说还是很幸运啊 我们还是真的不是说全部都是我们的啦 我是觉得说还是上帝很眷顾啊 听众朋友想想看啊 那个桌球桌多高 然后刚才教授讲说当时林云如才一百四十几公分 三十几 一百三十几 那才高过球桌多少而已啊 你知道吗 那个对手都可能都不把他当对手看啊 有可能你知道吗 但他小小年纪 那个时候是不是 林云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啊 气质 因为我刚刚也有跟教授分享嘛 那国外球评就讲说 silence assassin 他那连那个赢球啊 连脸上的 这个高兴一下 祝贺自己啊 都没有 他都很平静耶 他觉得超惊讶的 打 打败了世界级的高手哦 他竟然没有说 yes yeah 有没有 有还很夸张脱衣服庆祝有没有 他竟然就只是这样 握一下手 握拳头哦 就这样 好 我达到目的 感觉就这样子 我做到了 就这样 之后就平静了 感觉上又准备下一场比赛 他是不是从小就是这样的特质啊 教授 对 因为其实就刚才我讲 我们就顺着他走嘛 他个性就是这样啊 他本来就是很温和的 他从来也不会生气啊 讲话也不会大声 他妈妈也是一样啊 真的啊 真的啊 国中校长可以不生气不大声 这很难吧 从来都不会 他教他们两个 包括我的大儿子啊 他们三个就都很温和啊 所以教授的意思是说 你是里面比较大声的 但是因为他们三个 我也都 现在都改变了 都笑咪咪的 因为一个人大声不起 我们只要认了啦 只要学习 我们要学习 所以他们三个个性都很温和 他既然更新 叫我们顺着他走嘛 我觉得他的个性就这样 包括他国小教练 那时候一开始叫他喊 我说他喊他不会打球 他就让他试试看 真的不会打球啊 然后接下来他就是顺着这样走 就像我也是建立教练啦 因为国小的时候 或许你就喊声是可以增加士气 但是有时候小孩子在 那个界线上比较不会拿捏 有时候对方会不高兴啊 因为你跟田徑那些不一样 因为你加油是给自己加油 对对对 但你这个有时候喊太大声 对方会不舒服啊 好像个挑衅一样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从小就告诉家人说 尽量就顺着云如的个性让他走 我们打多少输了也没关系啊 我们就顺着走就好了 对对对 所以就养成他比较 因为他的 其实你们现在跟他也是 最不像选手的选手嘛 我们就顺着他个性走嘛 能走到哪里 我们就尽量去走 不要改变他 对啦 一般是什么 就是在面对比赛的时候 尤其年纪小啊 国小啊 国中这样的学生选手 有时候需要喊啊 增进自己的自信啊 对不对 因为面对比赛 真的会发抖 手抖脚抖啊 这个时候就增强他的信心嘛 那如果说选手不需要的时候 其实也不需要这么大小声啊 对不对 以前是喊什么 好球 加油 对不对 后来就变对 对 感觉是要把对方打败啊 或者说他失误 那就是对了 对啊 对这样 然后很大声 对不对 但是林荫茹 打球的气氛完全不一样 非常有气质 沉默的王牌 对啊 真的很厉害 杀手呢 这个是怎么样培养的啊 其实这个说教育也是没有 只是说这应该是他本来 就像我刚才讲 我们就顺着他的个性在走嘛 的确是他在比赛中 他在比赛 对比赛的感觉会很好 嗯 他就知道怎么去赢球 人家说他就是知道 怎么去赢球 就像我刚才讲 他大概其实他只有80分 他可以达到75分啊 啊 啊 人家其实100分都赢他 他就 就是可以把那个比赛的表现会比较好 一上场就不却场 嗯 他有跟你讲害怕过吗 有没有跟爸爸讲过 没有 没有 他不会跟我讲这个 哦 我也不会问他这个 哦 对对对 就直接上场 这样 直到现在哦 他如果面对是世界级的选手 他都没有讲过说 哎呦担心哦 明天要比赛哦 什么的 他都还好 他每次都还可以睡得很好啊 哦 哎呦 他都没有影响啦 包括他的输赢 因为我有时候我们自己要知道啊 哪时候可以问他 哪时候可以做什么 哈哈哈哈 对不对 就是包括他在国外 有时候会传 哎 如果他把你传个 哎这个车子怎样 就表示说 哎还OK 他心里还可以跳转 哈哈哈哈 他会说 哎这个车子怎样啊 怎样 我们就跟他研究啊 就这样 他就表示他心里 就我们要了解他想要什么 我们不会说他输赢 马上传给他 你说你赢了 怎样 看他自己啊 啊觉得有时候觉得他需要 我们就是要再传 还是说他直接跟我们传 才跟他传 我们就是要特别了解他的想法了 是 就尽量不要干扰他 要顺着他在走 所以父母亲跟林玉如的关系 一直非常亲密哦 有我们都是会沟通啊 我们就是基本上 因为我常常讲嘛 包括父母 包括老师 都要同理心嘛 嗯 你就是要站在角度旁啊想 包括很多事情 我们都是帮他分析 嗯 然后你最后都是下决定 都是他了 哦 自己做决定 都是全部从小就是这样 都是他下决定啊 所以他很早就可以决定 他要的事情了 嗯 所以这个培养很好 因为在球场上面 在比赛上面 做决定的都 当然是自己 对 没有办法 球球都回头看教练 嗯 对不对 就是他自己要做决断力 要自己做决定 对他人生也是这样啊 我们是把他分析 就像我刚才讲 没关系 我说你就今天打 打不好 还是说你这条路不走 我们就走别条路嘛 嗯 我们就是顺着走就对了 那教授觉得说 从他一直到 比如小学五年级 一直到国中以来 其实他创下很多很多的记录 甚至他前年的时候 他的这个世界排名 可以一下子冲超过百名 嗯 到这个去年的时候 还拿到个人生涯 首做的世界职业桌球 巡回赛的冠军 嗯 你你自己是觉得 惊讶还是说可以预期 或者是那是感受是什么呢 其实说预期是有那么一点 但是都超过我们的预期啊 都每次大概都是超过 我们的一年两年啊 超前 比如说我们预计他大概十四岁会 大概十五六岁才选上国首 嗯 但是他大概就是 十四岁选上 而竟然还选上士级那代表队 对对对对 都不用一起快一点啊 包括这次也是啊 你说到现在已经世界排名第六啊 这也不是说我们认为会这么快的啊 我们预计说可能需要再一年啊 还是提早的一年 是 可是其实就算是一年后第六名 这也是很快的 对也是蛮早的 对没错 但是都是超过我们预期 就像我刚才讲 也是一路上就是很多贵人在帮忙 老天也是 不小心的比赛 他都赢得了 就很重要的时候他都赢得了 就是不只是贵人帮忙 那上天也都帮忙 真的 除了他自己努力啊 我是觉得说 栽栽都有太多的帮忙 那我们除了教授呢 是林荺儒的父亲之外 教授也肩负在宜兰这边 对不对 基层运动训练的委员嘛 对不对 也看了 就是也要去看基层训练 怎么训练 然后需要哪些辅导等等 所以就请教练来谈嘛 除了林荺儒这边之外 还有运动选手 其实教育部体育署 有很多的政策都在帮助运动选手 其他不同的面向 生活也好 学业也好 这方面教授是不是可以谈一下 林荺儒在什么时候 他是不是入选国手之后 他就是优秀运动选手了 就有一些照顾方案 就开始在他身上 就开始照顾了 是吗 没有其实我的角色就跟主任说的 因为我是家长嘛 另外一个我也是一些 宜兰县体育班的访试委员 还有教育部的那个基层训练站的访试委员 所以我角色比较多重 我比较了解整个概况嘛 其实政府在照顾选手是一个金字塔星 他一开始的底线 最最底的就是他就是体育班 还有基层训练站 他都有就是尽量照顾最底层基层的 所以他是从国小国中 因为基层训练站他有分成三级 甚至后来到四级 国小国中高中还有大学 有四级的衔接嘛 所以比如你桌球 你这个国小毕业 你会衔接到国中高中都可以衔接 然后政府也都拨了很多经费 还有体育班也是 体育班政府也是都给小孩子一些政策 一些规划嘛 包括不只他读书 在科业辅导也会帮忙 但是一般的家长 为什么会觉得说 政府好像都没做什么 因为到一个金字塔的 大概中上端才有客制化 客制化 客制化就是这个选手他需要什么 譬如说我们国小也是有体育班 也是有基层训练站 他还是给经费给学校 但当下家长感受不出来 为什么 他给学校是给这个团队 是团队一起训练 当你自己需要再特殊 就像我刚才 我觉得这不够嘛 但是当下政府不可能说 因为你还是一个金字塔底端 我不知道哪一个真的以后会比较有机会 我不可能每个都投入那么多 因为这是纳税人的钱 所以我就把基层先打好 如果家长觉得OK 你自己现在额外再富一点 还是额外再请教 我觉得这都是很合理的 但是一般家长会觉得说 我来你就全部要 其实这是不对 因为这是纳税人的钱 他其实基层已经打得够好了 等到你慢慢冒出头的时候 像云儒大概到一个阶段 慢慢有具潜力计划 慢慢的就已经比较好的机会 就加进来 对就加进来 就可以出国就是工费 做什么 到现在的黄金计划 就是完全是量身定做 在他的都是个人的 包括有个人的物理治疗师 就比较克制化 但是因为就像我刚才讲 一般家长会比较不了解 说你从小那不可能 今天不是说云儒到这里 我们才这样讲 因为从小我也是自己 除了政府 感谢政府照顾照顾 我们这要额外 像你去学钢琴 学什么 当一个运业家 政府也不可能从小就 所以在体育照顾方面 已经比其他的艺术类好很多了 就我们的持评来讲 已经算很棒了 就我们刚刚的了解 就知道说林教授 从小其实林云儒的黄金计划 就已经启动了 就已经照顾他了 这变成说 除了选手自己的努力 还有家庭的配合 再来就是国家政策 对不对 一起 大家一起努力 所以一步一步的 对不对 就像主人讲的 讲的 很贴切 他其实从小就黄金计划 从小的黄金计划 是政府一半 我自己出一半 这是合理 就像我刚才讲 他是一个基层 你基层不可能叫政府 全部基层全部包 那政府的税金也是 纳税人的钱 所以他一定要基层 就像我刚才讲 他体育班都有一定的经费 包括基层训练 像基层训练 就我所知 今年也是应该大概 光是宜蘭县 都就八九百万 现在有在分配哪边需要 我不知道这数字 应该差不多 我所谓讲就是说 都是政府也都有在做 他有基层训练站 还有体育班 其实他给了 就基层来讲 应该我觉得够了 包括现在 其实现在的年轻选手 也很幸运 包括阿会主席 他也用一个 青少年的培育基金 都在协助青少年 在做一些赞助 包括成人 所以现在的运动 也已经比以前好太多了 多方面的资源都介入了 生活的照顾 课业的照顾 还有未来生涯的规划 都想到了 再来有很多的 潜力训练 潜力发掘 不是说真的入选到国手了 才来怎么样 而是说有一些先期的 未来可能 有可能进入国手阶段 那前面有一个 先期的训练 挖掘 然后暑假 寒假配合 对不对 然后还有就是 从国小 国中 高中 大学 这样的衔接 他能有不同计划 对啊 都可以让选手 如果愿意 就在自己家乡附近的话 他也有晋升的学校 也可以继续受训练 就不会中断 我觉得训练中断 是蛮扼杀选手生涯的 一中断之后 要再收拾回来 是蛮难的 所以希望说 它是一个安定 对不对 可以说 没有 无后顾之忧 可以这样继续发展 这些 其实体育署 都一直在规划 一直在想 怎么样让选手 可以安心的 接受训练 因为已经很辛苦了 不要再费心 其他的事情了 对不对 当然学校也是尽心尽力 那家长的观念 也要一起配合 所以一路走来 林玉如打桌球到现在 虽然年纪很轻 可是也打很多年 大概十年了吧 十年了 大概八九岁七八岁 大概十年了 这期间教授回想起来 林玉如最辛苦的阶段 然后或者说 教授陪着最辛苦的阶段 每天都要开车 让他另外再接受训练 大概就是 这个很辛苦 其实每个阶段 有每个阶段不同的那个嘛 在国小是因为我们 因为他国小打得还不错 所以我们也是 很感谢松恩家商 因为我们大概五年级 我就是一下班就开车 开车到松恩家商嘛 练完大概八九点十点 再回宜兰 不是已经有私人 就是大陆的教练来教 还是那时候需要 有一些强度的对手 天哪 是这样子 大陆教练也不可能说 你每次都一直请 大概都是一个阶段请一下 请个两个月 大概就是大概这样分配 这样的方式 刚才就是提到 因为为什么一般的 有些成名的选手 他到后来会觉得 政府照顾不够 是因为他一直认为说 政府要全部 就像我刚才讲 其实黄金计划 小时候还没有 我们自己要付出一点点 因为当你都不付出 一致要政府的话 总是会缺那么一点 然后你就觉得 其实政府已经很多了 但他少那么一点点 他觉得不够 其实从某个角度 如果真的打那些职业选手 他们其实都知道 在台湾很幸福 为什么 你包括欧洲那些要去打公开赛 他说俱乐部出钱 不是国家出钱 我们现在都是国家 包括我就以桌球来讲 几乎青少年 一年都出国的好 至少十次 比较顶尖的 都很多次都是国家出钱 得到奖金 也不用国家没有帮你 得到奖金 没有征收回去 没有 只是说要缴税金而已 就是奖励 这是已经我觉得真的不错 这个国家已经付出很多 他就是全力的培养选手 因为一般的在国外 不一定是这样 你看我们国内都已经职业了 都还是都打职业 包括网球 高球 包括桌球 有都打职业了 但是国家还是付出 是 没错 而且有付出 真的就看到 我们真的好多选手 就全部脱颖而出了 非常多的选手 那越多选手要照顾的时候 我们的经费就显得更不足了 因为像刚刚教授 你看谈到从小这样子的培养 哇需要花费的经费真的蛮多的 而且那个心力 尤其是你先想到一个 造就一个高强度的选手 教授还要这样子 北宜这样子的 每天接送让他跟高中生对练 所以会成就一个 国手真的 不容易 对家长这个幕后推手 真的太强大 真的不容易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 一面真的支持付出 然后我们可以做 真的是了解 所有政策的建议是可以了 而不是说不了解 觉得自己取得太少 而发出什么怨言之类 我觉得我们要一起来完善这个制度 事实上已经费了很多心思 学者专家研究 对不对 你看教授自己本身也是辅导委员 包括体育班或是基层训练 对也在做 对不对 其实有很多那个方向啊 理念啊 要常常的 要把它 维持在很好的一个理念跟精神上面 否则真的会走偏 对不对 那这时候经费的运用 就有可能白费 所以这要让政策执行 能够真的达到目标 真的不容易 要集合大家的力量 所以我觉得家长的力量 也要加进来 那我们很多社会人士企业 现在也也投入经费了 对不对 投入心力的 那譬如说 我们现在又常看到 因为常常看到林云如比赛 我就常常看到 核酷 对核酷培育很多选手 羽球 桌球 对不对 有很多 对啊 所以其实企业也跟着一起来 当然 不只是国营企业 还有很多的 民间的企业 也都是 有时候赞助选手 赞助企业 真的是不容易 我们需要集合大家的力量 一起来完善制度 而且一起来珍惜 我们国家的选手 对啊 真的是国宝 好 那请问教授 那接下来呢 因为林云如现在还不到20岁 才去年也才刚满18岁 是 非常年轻 他 哇 他 他是不是比较早熟 我是觉得说 他面对比赛那个 那么年轻 可是他这是可以处理的这么好 那个心理指数好高 他有没有比较早熟的情况 没有 你觉得他有比较早熟吗 因为私底下 私底下我没有跟他接触 但是我觉得他面对比赛的那个态度 是成熟的 那他面对比赛的态度是真的很成熟 但私底下就是还有一个小朋友 还是孩子 前几天都还跟他哥哥去买战斗头头再玩 两个还在PK 还保持同心 他就分得很清楚 一下场真的是很可怕 就好像真的是超乎 但是一下场 又一下到那个比赛球场 又是一个小孩子 教授有没有 有时候看着林云如的时候 有没有自己觉得很惊讶说 怎么可以生出这样一个 这么特别的组合啊 你看温和 上场又是杀手 对不对 然后呢 面对比赛非常成熟 心理指数很高 然后平常又是这样 赤子之心又保持着 这不是很特别的组合吗 对 然后又能吃能睡 然后适应力很强 这是怎么样锻炼 可能都很难练就的 说你接下来的比赛 你要适应力很强 这怎么练啊 对不对 这个会不会觉得很生气 基本上就是他 真的他本来个性嘛 他本来个性 我们就顺着他走 我刚才讲的嘛 但是最重要就是我刚才讲 其实父母亲 包括教育药同理心啊 你要在他角度帮他想 要跟他沟通事情 是 我常在讲一般的家长 其实你看很多桌球 到后来选手不打 都是父母的问题 因为每次打输 爸妈就 不高兴 会不高兴 会说你怎样怎样 就一定会觉得说 啊你怎么打不好 爸妈都会有理由嘛 就说 我不是在乎你的成绩啊 我是在乎你的态度啊 你觉得呢 如果他今天第一名的话 他会这样吗 但也不是父母的错 因为父母他也是 希望小孩子更好 但是你就是要 同理心去想 当你打输了 他已经很尽力啊 你在骂他 会一个恶心循环 他越来越怕 越来越怕就不敢打 所以我们从小 他从小任何比赛 他输了 我反而要找时间 去跟他安慰一下 沟通 根本你不可能在 因为你要同理心嘛 当你输 你也不喜欢人家骂你 对 没错 这是我另外一个加上去啦 其实他本身就是很有特殊性 但我是觉得说 当一个家长 一个家长 一定要同理心 你就是尽量要站在角度 把他想 跟他沟通 让他去决定 当你骂他的时候 每次比赛输赢 好像你父母在打进 那就错了 他反而会一个累积 慢慢累积 他就爆发了 就像我讲的 小孩子会有叛逆 从小就被你爸妈 压抑啊 就是你爸妈的认为是对的就是对 不管是打骂 当然青少年有点反抗力量的时候 当然要跟你 argue 一下啦 所以你只要从小 我的认为 只要你从小 大家都高到好到同理心 根本不会有什么叛逆期啊 我小孩子叛逆期就是 基本上觉得说 你欺负他太多了嘛 我讲实在话 你现在有能力 他现在有能力 当然要反抗一下啊 真的啊 我看就是这样啊 所以我觉得说 这也不只是打球 我觉得很多家长要同理心啦 所以说那为什么他敢打 他输了 我们是在他的 跟他站在一起 帮他去解决 还是支持他 帮他去解决问题啊 他不会有压力 说我输了怎么办 所以我基本上就觉得说 其实很多家长不要急 他真的不能打就不要打嘛 他的天花板在那边 你就不要再勉强他 就像他哥哥 我也没有意外 他打网球 打多少 像打遗嘱 打遗嘱还是请教练教他 不是 就是我们尽全力 打到哪里就哪里 大家就很快乐 不是说你今天打遗嘱 你又不请教练 打假组你就要逼他 我们就是顺着他 想为什么该做什么 能走到哪个位置 我们就走 不行 我们再转 教授讲的真的是 有真实的例子 我常常参加比赛 我就听到这种 爸爸兼教练在场外 就讲说 你给我小心一点哦 你再给我这样打 就讲威胁你知道吗 当场的小朋友就 震惊起来 对其实那种在恐吓下面 打球的话 他走不长啦 那种压力很大 他小时候他大概三四年级去打 那个人家就有业余之家的比赛嘛 对 业余之家就打几分啦 是是 那时候他刚出道 哎 结果打一个还蛮厉害的 嗯 结果那个小孩后来是怎样 被叫到外面 使命台被爸爸打耳光 哎呦 但是怎样 这是在比赛当中很多啦 嗯 他们就是到后来小孩子不打球就这样 压力太大了 天啊 怎么这样 我觉得他就不快乐啊 不快乐他怎么打球 对不想都不想打 所以我们从小就是尽量顺着云如的个心 所以你们说为什么会打这么好 我也不知道 我们只是说尽量做我们该做的 办理我们的角色 是 我常常在讲我就是打杂的嘛 是 尽量把他一般的一些 没有没有 就是把他的一些杂事处理 他能专心在打球这方面 其他都不用担心 嗯 包括做坏人也是 爸爸做人 说你这个老 你这个爸爸很难相处啊 怎样 我还是要承受啊 为什么 我们还是走自己路 我们就要不要害到人影响到别人 我们还是要照我们自己的路再走啊 对 一定会啦 那时候啊 这个爸爸很难相处 很难沟通啊 因为有时候我觉得 我们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嘛 对 就这条路会 我就是专门在干打杂做坏人了 还有教授啊 现在林荫茹算是 应该已经是啦 是世界级顶尖哦 对不对 世界排名前六了 那爸爸有没有找机会啊 就是说当他的排名 挤进前十 或是什么机会的时候 跟他说一下说 世界级的选手 大概心里要做什么样的准备等等 有没有 有没有这样子的沟通 这个的话讲实在 还来不及做准备 就已经是世界级了 是后面要补一下 我是讲实在 这我反而没有能力告诉他 他本身就是世界级的选手 是他比我更厉害 特质 是呀 他现在真的 他一些处理方面 我们都小看他 他真的什么都懂 我们根本没有能力 我们是跟随他 在协助他 真的啊 例如什么 哪些哪些事情 你说参加比赛的一些事物 包括他场上处理一些心态 我们根本没办法 他自己都知道他要什么 我们是站在旁边 在弥补他 协助他一些东西而已啊 他真的就是 跟我们想 他真的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 他现在就是已经世界前十嘛 他的心态觉得根本不一样 但是我会跟他沟通 譬如说这一次的话 德国打完 然后就这样再打 德国打到2月3号 我们就回来 接下来匈牙利 我们就不打一般的世界前五十 大概百分之九十几都打 哦 好 我们就跟他 我们两个就讨论之后 为什么不打 我说你第一个到那边 你再回来之后再过去太累了 而且2月底有亚洲杯 对 他说排名 我说没关系 我们排名 也暂时也不用说 一直要想说再往前 我们维持前十就好 就是你自己 因为职业选手 我们有一个概念啦 是打胜率的啦 对 不是打当下的啦 当下的话 或许会有什么奥运 那我们当然要准备 但是就职业来讲 你打个胜率 就算你那天状况很好 对手状况更好 怎么办 你不可能因这一场 所以我们是胜率 比如说你的整个职业生涯 是维持七十五八十 所以当他输的时候 他知道怎么去调试 怎么去找缺点 因为职业选手 跟一般选手不一样 他就打胜率嘛 奥运准备 当然有奥运准备的方式 又不一样了 就像他现在准备奥运 我们一些提连赛 准备我们自己的 我们有不同的考量 但是我都会跟他沟通 但是最后下决定还是他 因为他这个位置 这个思考都由他来下决定 对像这样子的训练节奏 生活节奏 参加比赛节奏 这个对一个职业选手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他自己可以知道 照着自己身体的节奏来走 而且他有这么好的家庭 可以支持 他是一个幸福的选手 那再来就是国家的政策 也都一直保护着 对不对 都一直爱护着照顾着的 这是很重要的 而且今天教授分享 不只是说训练的方式之外 其实也有讲到很多家长的教育方式 那个教养方式的关键点 因为太多的家长是会希望说 孩子能够依照他的方式走 但是一直忘了 其实顺向也许让他会走得更好 我觉得很重要两个字 尊重 尊重 很重要 然后可以让讨论 然后让孩子选择 让他自己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这蛮重要的 好 今天非常感谢国立宜兰大学 林学宜教授来到节目当中 也当教授 也是地方的体育班 或者是基层训练的委员 然后同时也是 哇 我们喜爱的选手 林荣汝的爸爸 太厉害 而且教授还在耳提面命 现在是月顶尖的选手 我们更要遵守规则 对不对 更要小心行事 这提醒真的是非常好 教授最后还没有来分享一下 未来对云如有没有什么期许 也是没有 就像我刚才讲 我们就是顺着走 我常常在讲顺着走 舒服就好了 他能走到哪边 就是我刚才讲 很多家长就 一开始我们就不要设定太高目标 我们就顺着走 你会说你成功才这样 才这样顺着 其实并不是 我们就是怎么走 你看他哥哥就知道 我们就怎么走 我们就帮忙他就好了 不要把他设定 说我今天一定要怎样 打桌球要怎样 因为这也一开始 不是我们想的 哪有时候可以打到这么高 我真的也不敢想 我们现在再把回想 也是有点下课 只是说感谢太多人的帮忙 真的一路走来 包括体育书 包括一些企业 包括那个主席 很多人都帮忙都讲不完 你说要感谢 我就告诉他 他也是分享 为什么 很多人帮忙你 所以他有能力的时候 他也要去帮忙别人 他现在也开始在帮忙一些人 就是我们就是 尽量去做 参加反读公益 对 很多选手们已经把林玉如 当成一个学习的标杆了 指标 会对这一届的奥运 或者是未来的奥运 会有什么样的期许或目标吗 我们就是经历 就是因为他现在的话 我就说不知个人 就是也是有个社会责任 国家责任 但或许这个整个压力 他不会 我们也就是顺着走 就是尽量把这个事情办好 因为奥运的话 我们讲实在跟职业赛 不用 我刚才讲实在是打胜利 对不对 奥运是打胜利 差一个字差很多 那就是你不能闪失嘛 所以你要想尽办法把它做好 但不一定能做好 这样就跟我讲 最后一个就上次那个 我们前一任的何署长说 最后还是要天能嘛 你整个前面的技能 体能什么 精力能都完成 就是要天能 我们真的尽全力去把这些事完成 就像我刚才讲一些职业比 那个提连赛 我们就尽量不去就不去 把一些时间去调整好 大概就这样就是尽全力 你说结果我们真的不敢讲 就真的就只能进人士 林教授也是选手爸爸的标杆 对没有 我们只是尽量做而已 也是把自己的专业发挥出来 那我想家长也可以 因为孩子这样的发展 自己也去修一些 像运动心理学 运动生理学 对不对 多一些对运动选手的了解 是有必要的 然后再来就是陪伴 对尊重 好今天非常感谢 林学一教授来接受访问 新年快乐 新小事成 谢谢主任 对我们也一起会陪着云如一起成长 是的 谢谢 陪伴他 谢谢 我们会尽力 全力支持 谢谢 谢谢 下礼拜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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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